嗨大家好,我是朱老板 前两期视频咱们聊了在德国莱英兰煤矿附近 环保人士和警方展开了激烈的肉身对抗 那么这两天的战事突然又升级了 因为本周六来自瑞典的环保少女 她突然空降莱英兰 那么亲自上阵,亲自指挥战斗 并且她一下子又号召了几万人 那么据环保人士说 本周六他们在现场环保人士总共有3万5千人 那么警方是做1万5千人 这种数字应该在这两个之间 那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是把这个战事扩大了10倍 因为之前人多的时候也就大概2千人左右 现在的情况就是前两天 他们占领那个村子已经被警方给他封锁了 然后里面基本清空了 然后现在这些几万人 他就在附近的村子集结 现在向那个村子进军 就想要重新夺回那个阵地 但是他们早上的时候 他们行军是比较和平的 后来在环保少女他发表演讲之后 突然群情激动 然后就是这些环保主义者 他就冰封两路 有一路就是向那个煤矿那边边缘去进军 然后另一边的话就是向那个村子 被封锁村子进军 想要去突破那个警方的防线 这也是一个冰封两路的策略 就是分散这个警力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再聊啊 每天都有了,在朝延传播放了, 已有迄车时要停止有日子的工具 准处准备了,也有多年轻人 没了,他们开始搞了, 在看前方的车子中多选择了, 后方人的车子准备了, 这些人被决定的使用, 被创造成的手法, 这是一件事来说的。 午餐的某些障礼, 我们在区域的迷茲上运行车, 在运动中的风景是一样的风景, 奥特朗普通道是在华盈利益中的贸易主动力 她的贸易主动力卖拥有关 她的贸易主动力是在外面中的贸易 是在外面中的贸易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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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外面中的贸易主动力 和其他人的贸易主动力 我们看到华马尊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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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们看到华马尊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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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门事部里面去抗议 那我觉得很有理由可以怀疑 以后说不定环保超女她就要来德国 他们自己再重新在绿党之外 再搞一个追求极端环保的党 那到时候估计能够串得更高 影响力估计搞得比绿党还大都有可能 但上去了之后可能也玩得更加极端 那从组织度上看这些环保人士 其实组织度挺高的 他们有不同的打法还会兵分两路 他们的这种规模也是超出了当天警方的预计的 因为他们去登记这个散布的活动 是登记了8000人 但是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警方他的预计的 我觉得这说不定也是他们的策略 就是这样的话警方他可能警力上就没有那么充足 这样就能让他们成功的突破防线 那么我们看他们很多行为 是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就比如他们很多人到了这个煤矿的边缘 那这个煤矿它升40米 它也别人这下过雨之后 这个边缘都是很滑或者很软的 一个人掉下去说不定就摔死了 那这样他们站边缘 其实警方就不敢再往前冲了 对吧 就不敢再有这种冲突 要不然警方在往前 他们会往后一退掉下去了 那这个场面确实也很难看 那他们还有几个人特别厉害 就在那个村子被封锁的村子里面找到一个地道 现在他们就是藏在这个地道里面就不肯出来 然后警方也不敢强制去拉 因为怕拉的时候也出现什么问题 也出现危险 然后现在警方他就往里面输一样 然后可能再给他们点食物 就是让他们帮他们续命 他们反正现在已经用这种地道弹的战术了 并且我看这个环保人士组织者 就是说还要号召 就是那些环保人士尽量采用这种地道战 那就能延传这个战线 因为现在警方拿他们没办法 那这种打法跟那些最后一代 也是一个集团环保组织 他们用的办法就把自己的手粘在那个路上 然后就是把那些车拦掉 他们异曲同工之妙 他就仗着你们这些人都比较文明 不敢对我怎么样 对吧 那么来威胁 但是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很多柏林人 他已经起来反抗了 因为柏林人其实也是很野的 那有些人他就看到你这些最后一代的人 他过来说我直接开手开过去 你沾不沾 你要是敢真的沾 你可能就直接被撵过去了 因为我在最后一代推特上看到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当这个最后一代的推特 我之前说他关注人数还几百人 但现在已经涨到了几万人了 我看六年几万人了 那他们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我们看他这个上面还有捐助的这个链接 因为我看了一篇报道 说去年一年最后一代这个组织 集团环保组织 他们收到了大概将近一百万欧元的这个捐款 其实还很赚钱 他的粉丝量还没我多 但他的变现能力 太强了 我只能说 我们看这个是最后一代的人 他们在自己推特上发的 他就说柏林这司机怎么从我们的抗议者 从他撵过去了直接就拦不住了 他说今天早上他们只是进行一些和平的道路封锁 又把这些主干道给他封掉了 然后说那这些抗议者 为了他是冒了 为什么要冒这个生命危险 然后是还有可能被逮进去 被警方逮走的这种风险 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为了拯救人类的这个生存基础 然后说反正就是为了拯救人类 所以他们在冒着自己的风险干这么大的事情 反正也有谴责柏林这些司机的问题 但是是谁把这路打 因为司机他们开车去有可能是很着急的事情 被他这么一拦对吧 那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情 那有些司机脾气不好就直接冲过去了 大家看现在德国这些极度黄防主义者 他是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做威胁 他就料到德国的警方或者德国大众能够包容他 能够就是他们进一步你们就退一步 那也是因为现在是德国政府的左翼政党 他执政啊 所以他对这个黄防主义者 他是比较柔软的采取的这些动作 那到时候他但这么逼着 可能会逼着这些右翼政党上台啊 那就是强硬盘上来 他们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像我昨天路上我还看到AFD 他们的选举招牌啊 就就是说要把这些黄防主义者 全部要扔到牢里去 所以说他们也差不多得了 就是说我觉得环保肯定是一定要搞的嘛 可持续性节制而鱼嘛 但是呢就一定要 还是要合理合法的方式 并要跟市场经济 跟社会的公共福祉要结合嘛 就比如说德国 我是赞成啊 比如说他们搞一个促进公共交通法 那么让公共交通变得非常低廉 或者是便宜啊 那让大家尽量少用私家车嘛 对吧 那还有的话就是包括这个飞机 像德国其实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它的整个面积跟江湖省差不多 对吧 那么它这个国内的航班就近年可能减少了 这也是很多黄防主义者提出的主张 我也赞成了 那国际航班可以因为免不了用飞机 你黄保少女飞到德国来 你不用飞机吗 然后坐火车过来 或者坐汽车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但是德国境内这些航班 就是可以减少 然后尽量大家都去坐火车 来促进这个德铁的发展嘛 那本周末除了这个黄保少女的事情 还有一件对德国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 也就是德国的国防部长 很有可能下周就要出来宣布辞职了 那么这个消息是 现在是德国各个媒体的报 并且德国国防部 他没有承认 也没有出来反驳啊 因为这个人选估计 后继人选还没确定 因为国防部部长呢 他就一定要德国总理 他要想明白 要指定一个就对他绝对忠诚的嘛 因为这个军队他肯定要是控制住的 包括像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国防部长 他其实学法律处程 我以前讲过 他其实不懂怎么军事这方面的 但是他是对这个 是绝对忠诚的 那么你说搞法律的 去搞国防部 肯定搞不清楚的 就像我也学法律的 你说让我去掌管国防军 那我连这个什么炮弹口径 炮完口径 我都搞不清楚 我全部换成八八炮 对吧 就是他也是闹出了很多笑话 那么在他统治之下的 这个联邦国防军 他的美洲十步兵战车 故障率百分之百 对吧 那么他反正中间 是犯了很多专业性的错误 就是他现在相当于是 引咎辞职 也是主动要求下来的 毕竟今年的战事 不知道怎么样啊 他万一当个战事部长 那他也没什么好受了 人家也是算一个老奶奶了 去安享晚年得了啊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话 就是笑子在考虑候选人嘛 他这个既定人选没选定的时候 他们是不太会对外公布的 那么我就想 就是其实 我觉得笑子可以 布局一格降人才 对吧 考虑一下环保少女嘛 因为环保少女爹 号召力这么强 他来这个 我觉得战斗力士气 直接加百分之百啊 估计是 那么并且他顺便还能把这些环保人士 全部都给收编掉 那组织一支绿色环保军嘛 然后到时候把他们再准备派到东县去嘛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并且大家看他在 他们在西线演练的时候 已经看得出来 他们是能够进行这种城市的巷战 然后还能地道战 并且在这种没有暖气 断电 然后缺衣少凉的情况下 他还不能坚持这么久 还能打持久战 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填补原先德军他们的缺陷啊 那有他们 有了他们之后 我估计德国接下来的国防军就稳了 对了 我上期视频结尾 我还讲到了我们国防军 不是我们国防军 而且德国国防军 他们的 之前被你们笑作联盟肥宅这些事情 我后来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跟之前德国 它是义务必应制有关系啊 就因为德国 原先东西德的关系嘛 那西德联邦 德国他们一直是有义务必应制的 后来是2011年才取消 就是之前呢 他的全民增兵了 所以说你难免会增到肥灾 你一个国家里面肯定有不少肥灾的嘛 对吧 但现在呢 都自愿兵役制 所以说呢 大家看现在这些国防军 应该身材都比较好的 但是也会导致这个兵源不足嘛 那么他把这个狗利塔搞过来 对吧 那么一号召 那我觉得扩军十万是没问题啊 又把这个国防军的 后备军的这个兵源解决了 那假如说需要是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啊 也希望能够从善如流 那我们这个视频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